所以基本上function大概就分两种 我的习惯 当然你可以有细分很多种 不过一般我把它概括就是 一个是没有return 没有回传值 一个是有回传值 在VBA里面也是一样 没有回传值的就是sub 有回传值就叫function 大概是这样子 如果说我要把这个改成有回传值的话 那该怎么改 第一个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 我就不要直接在这边print 我要在哪边print 我在这个底下print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function 那这个是一个组程式 我们可以把它概括分开来 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分开 比如说我今天就专注说 我在底下做print 那怎么print 所以我这个地方就不要用print 我要用什么 这边先增加一个变数叫s s等于空的 然后当 当我这边出现的话 我就把它return一个什么 不是直数 根是直数 所以这个s的话 可能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s等于什么 不是直数 一个是直数 所以它会return东西给我 我只要专注print就好了 不过特别注意 改完一二三之外 最后一个重点 请你在这个df的下一阶 在最后一行 一定要多写一个叫return 有没有打一个r 它会有个return 把s return回来就好 ok 所以它基本上你乱玩之后 它会丢回来一个字串给你 所以你必须要去接 它丢给你 你要接 那怎么接 特别注意 我们这边的话 就用一个什么 你用一个 你也可以叫s等于 或者我换一个名称r等于 所以假设说我用一个r去接 所以特别重要 如果它要return的话 那你就不能用刚刚那种写法 你就必须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再有一个变数去接它 那变数名称可以自己取 叫r好了 然后底下的话 我们就专注print 我们就把r里面的东西 帮我print 那这样的结果 其实写出来 也会跟刚刚的是一模一样 所以print 这边把它输出 执行52 不是指数怎么样 那在这边的话一样 53 是指数 那差别是说怎么样 你把乘式一刀为二 所以以后 那个一般在写乘式的话 通常这样 上面跟下面可能是 不同人在写 上面的人写上面的 下面的人写下面的 反正我可以不需要知道 你到底怎么写的 我只要知道说你return的东西 是对的就好了 像我刚刚提过 那个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有个声音档 我就丢给那个 speech regeneration 那个module 只要传给它一个声音档 它就自动帮我把 字串丢回来 那个背后的技术 当然是google的 不过后来我发现 那个google它也蛮贼的 他只能够允许两分钟 超过 他会跟你讲说请你要付钱 对 所以我就 所以怎么办 后来我就想一个方法 我就把十分钟切成五段不就好了 就不用钱了 对 但是变成你要想办法 怎么样去做切割 然后切割完之后再把它合并回来 哇 那又是一番城市的 不过这个答案就是 如果你不愿意付钱方便的话 那你 你就是只要写城市 要不然的话呢 你就是付点钱吧 所以最后可能 有些人吧 或者有一些公司 最后因为它规模不大嘛 它不可能说找一个team 专门是写这些东西 所以干脆付一点钱给人家 让人家去写就好了 也OK嘛 而且其实金额也不大 好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return的部分 改一下 s 然后return出来 这个 这个s一定要先放在这边出紫 如果没有放这边的话 将来会出错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 里面是区域变数 区域变数要给 return这边接收的话 他会接 他会找不到 因为区域变数是人家家里面的 我没办法去你家拿 所以怎么办 这个意思说我先放在外面 那你到时候放在外面 我就可以方便去拿去 就很像一个外部的信箱 我们大家就放在那边 大家都去那边拿 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 变成说就在你家里面 你家的信箱我怎么去开 而且还上锁 OK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后面先还给各位 这个是有回传值的 这个制定函数的写法 OK 那这两种方法 未来当然都会用到 而且不是只有Python这样用 任何语言 写法都差不多 OK 所以只是我只是跟各位讲说 这个基本的概念 然后在这个Python里面怎么写 那如果细节 假如你刚刚还是有点不太清楚 你可以参考一下云端上面 我这边有一个 无所谓传值 跟有回传值 然后程式就是这一段 一模一样 我把它写在这边 OK 好 试一下 好 试一下